繼續來看有一個民間的所救犬 叫做林志玲 做一個在困忙當中離開世間 來結束他十萬年的救援生涯 說他總共救過四十二的人 包括高雄的起伏 台南維冠大樓到去 跟台北華山大車丸的名案 他都出任務 立下到大公路 現在到另外一個世界去路 跟本年的高官吃不甘 日後一半年弘洞社會華山操保命案 夏節九年失海學生 在京方鎖定一進行 民間的所救犬林志玲 林志玲 就已經在閒門大所在 憑著關鍵的刷屬 他底墊是在這裡面是不是 之前的底墊在這裡面 鄉書就開始又鎮定前 不過林志玲已經在閒門的民生頭 憑著死者的氣味 一看那個動作很康 我們就知道不對勁 就快點打開了 林志玲是一隻威媽拉犬 她也參加過 高雄起伯家圍貫大樓逃去的救人 在救完的生懷中 總有找過四十幾的人 高官 鄭省委一個人訓練所救犬 一年來用很多心憲 林志玲是訓練的頭一隻所救犬 不過他在高月切子 這輪就沒精神 結束十五歲救完生懷 英國時過來 年會最大的民間所救犬 他已經完成他這一陣子的任務了 他可能到了另外一個層次去了 高官祝賀林志玲 到另外一個世界去好好發揮和享受 也還叫人精神一代一代團下去